这般不妨 除非天神下凡 不然没人能前进来杀人 所以杀他的 就是最后见到他的人 也就是袁仲新跟赵俭 没动机 车型炮图只不见了 陈公在欺斋多日 若要夺图 之前就有无数机会可以动手 没理由非要等到淑密院 才刺杀 欺斋室你们都在 他二人如何夺图 或许是进居护卫下的手 之前那个姓马的就是奸细 说不定还有其他人被收买 不会 从部房看 都是五人一队联合防卫 而且每队行踪 都有第二队可以直接看到 那就是两队禁军 十个人一起杀了成功 相对来说 袁仲新和赵俭可能更大 王冠 你站哪一边呢 就算可能更大 我也不相信他们杀人 你信不信没人在乎 现在重要的是 尽快将他们缉拿归案 至于是不是凶手 禁军自然会查出真相 我不知道他们在何处 王冠 你不要自悟 王某从不狂言欺人 如果你们真能见到 袁仲新跟赵俭 最好劝他们赶快投案 否则逃得越久 这罪名可就越难洗清了 走得动吗 没问题 来 小心 杀成功的就是他们俩 其他不论 这自逃就是结证 梁冬头 你消消气 掌握没让我们暂毙 陆掌援 你不能再袒护那个浑蛋小子 担就他再当陷害朝廷命官这一项 就该当死罪 我素来不问过程 只看结果 你决定要是 确定要是 或是 应该是 有一次 也不想知道 应该是 你之后 谢掌援 这家店不错啊 多吃点 来喽 客官 汤来了 好香啊 好吃 薛英他们一直在找你 麻烦您转过王宽医生 就说明月相照 来不错啊 金简汤的厚道 服装 谢谢客官 您走好 来 娘子 咱们就坐这儿吧 行 我认得这里 前面不远就是太学 明月照相就是这儿吧 芽奈 是明月相照 那是王维的绝句 独坐幽黄礼 弹琴复长笑 身临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 太学之时 我找到这片山后树林 又见着草屋竹亭 正是此时意境 就求我父亲花钱买下了 买下了整片树林 当然了 别看他人模苟样的 家里可有钱了 厉害呀 我家也有钱 怎么不夸我 王宽有钱有学识有涵养 所以厉害 我难道没学识没涵养吗 有吗 好像没有 所以袁大哥也知道这里 当然知道啊 他俩什么关系啊 什么关系啊 一丘之河狼狈为奸 衙内最近成语用得不错 赵姐姐怎么了 没事 中箭了 怎么会中箭啊 他替我 没事 敷过药了已经 那就好 是谁上了赵姐 锦军 你 成功真是你们杀的 成功死了 靳军说 我们是凶手 书目一元记录 你们俩是最后去见他的 可是我们走的时候 他安然无恙啊 为什么去见他 我只是怀疑 靳军高层有内奸 想提醒他一声 那成功会不会是内奸杀的 要见书名院都会留下名字 难不成书名院也有内奸 说不通啊 图纸本来就是送去书名院的 要送出去他们直接抄一分不就好了 为什么要杀成功呢 那到底是谁杀的呀 赵姐姐 赵姐姐 怎么了 刚才还好好的 罚他 脉搏跳动极快 不应该啊 伤口明明都止血了 外用内服的药全都用上了 怕是有毒 就算有毒也得知道是什么毒吧 靳军的剑上有毒 想起什么了 剑还在吗 赵姐说剑看着不普通 就收起来了 蓝羽石骨剑 你知道 黑甲卫专属 剑上带毒 十二个时辰之内不解毒 必死无疑 黑甲卫是什么编制 靳军特属编制 外人不知道 你爹手底下的 我爹特别跟我说过这剑 要我见到小心 他有解药 肯定有 那就麻烦芽内去许药了 不行 为什么 你先别急 芽内你说 我这个时候要解药 我爹肯定猜到是旧赵姐 到时候他老人家率队追踪 我可甩不掉 要么丢命 要么被抓 大不了束手就擒 芽内 去拿药 我来善后 别慌 这件事可以不让我爹知道 你还有其他门路 我 靳军里面有一个姓刘的副都尉 他与我相识 我找他取药 要他瞒住我爹 放心 他好骗 药肯定取得回来 太好了 找见 别让他来 her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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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个人 要不要 我 这 你 我是 你 你 我 我现在长进很多了 已经不搞那些事情了 牙内英姿薄伐 老刘心里感动啊 行了 你 给我搞瓶蓝羽石骨剑的解药 什么 你要龙啊 蓝羽石骨剑的解药 牙内要那个做什么呀 我要狗 那得要毒药啊 要解药有什么用啊 没错 给我一瓶毒药 然后再给我一瓶解药 以防不备 牙内 这毒是黑甲味隐秘 都是毒在剑上发起来的 那就给我几支剑 再给我一瓶解药 可这剑都是一袋一袋发的 不能单筹 那就给我一袋剑 再给我一瓶解药 还得配上专用的工才行 怎么那么多废话 给我整一套不就完了 牙内您等着 对 站住 老刘 我自己去就行了 你不用跟哪 这东西太重 你搬不动 我就要个狗 不用这么多东西吧 不行 这是规矩 只能按一个人的分量 才能外接 来啊 看一看啊 我得跟着您去要狗 然后啊 我还得把东西还回去 不然就放了军贵了 那 行了行了 就这么着了 不是拿解药吗 怎么拎这么多东西啊 安昆子某话 去茶馆 嗯 好吃的点心 哎呀 牙内 咱们不是要狗去吗 不渴啦 先喝茶 牙内想喝什么茶 我叫他们准备 茶回头再说 先帮我找小娘子 牙内 这儿可是茶馆 要不咱们去找家兴劳 我走不动了 那个 那个 不好不好 这个 这个 也不好 小姐 公子 卖花的那个 这花多新鲜 叫她过来 芽那你等着 买两支吧 都是今天新摘的 小姑娘 买花啊 你要买花吗 我们家芽那也要花 你赶紧给她送去 好 公子 你要花吗 小娘子 叫什么名字啊 来来来 你要干吗 你别动我 你干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走开 别碰我 你干吗呀 白色那副 黑色外副 好可爱 走开 哎 亲一下嘛 多大了 哎 芽内 追不追啊 算了 坏了兴致 那咱借这药口去 改天吧 那这弓箭呢 还了 解药呢 放我这玩几天 芽内 这解药有什么好玩的啊 你管我 暑假不可 今天的事别告诉我爹 我懂 行了 回去吧 芽内 你不渴啦 不渴啦 芽内真如云中之龙呢 所行之事 人所难料也 拿到了 回去救人 嗯 别回头 芽内真如云中之龙 有人跟着 那个老刘 他毕竟是黑甲卫 所以没那么好糊弄 幸好我们早有应对 身后有人 可能是新军 ủ 你是饿了吗 还是渴了 渴了 药很快就送过来了 不对劲 有什么其他症状 我不是说这个 进军抓凶手肯定是活周围上 怎么会用支毒箭呢 说得有道理 奇怪了 平时这种事情你早就发现了 怎么今天还要我提醒你 你这又中毒又中箭的 我哪儿还有心思想别的呀 那不行 长燕说了 咱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理智 哪怕是至亲之人死在面前 对不起 我是人不是畜生 更烫了 你没必要故作轻松地跟我说话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在我面前你犯不着眼 好好休息吧 我去给你烧盛水 你 别去了 我现在这副死样子 你可不准告诉任何人啊 放心吧 就我知道 好好休息 我看着你 拿到解药了 我去准备一下 好 薛应呢 有人跟踪薛应拦着呢 他没事吧 没事 他武艺那么强 没事 下死手 禁军也不能当街杀人吧 下 下 赵检中箭确实是为了救我 我知道换成事物我也会这么做 理解就好 你这该跟赵检解释干吗跟我说 你们这儿不是有婚约吗 婚约的事情你怎么比我还在意 我有吗 要不要我找开镜子 让你瞧瞧你现在的表情 此事一劫 我立刻处理退婚事宜 你不必纠结 放心 知道婚约的人不多 赵检名誉不会受损 这事你应该跟赵检说 你跟我说干什么 君子坦荡荡 你意思说我是小人 你怎么把他抓回来了 剃过头 之前应该是昆法 下人 对 果然是下军西作 怎么会跟过来呢 我来问问他 人死了没有 没有 只是打晕了 不交给掌院吧 我来替掌院分忧 来 薛英 把人扛到后面 人作死了 别让大家看见了 来 来 来 你没在杀猪啊 下军西作 哪儿来的下军西作 跟着我们的 怎么会跟着你们 不知道 原忠心在审呢 赵检呢 里面服药呢 我去看看他怎么审的 来 不适合我 赵姐姐问是谁在鬼叫啊 生好了 你们进来吧 现在感觉如何 没大碍了 真的抓了个下军西作啊 真的 被整得可惨了 千万别去看 怎么没伤了 哎 怎么样 握住什么了 此人是下务租军的校尉 之前一直守在太外府门口 盯着衙内 后来衙内出来找小警 他就顺势跟着过来了 哼 原来下人也知道 我英明神武 对我十分在意 是想从你身上套出 车型炮图纸的下落 他怎么知道 陈公和我们有关系 据他交代 下人确实和一位 禁军将领有合作 之前的陈公运送路线 就是那个禁军泄露的 是那个马山 具体的不知道 他只是一个小卒 这内奸的身份 只有首脑才知道 这件事情不太对啊 如果真的是下人杀了陈公 图纸按说已经拿到了 为什么还要追着衙内呢 陈公是不是下人杀的 我们还不知道 细索手脑在哪儿 他们每次都是到一个 特定的地方 等待指挥 地址呢 承熙柳街云记酒馆 明天正午 他会在那儿接受 下一步的指令 这是一网打尽的线索 要不要把人 先送去米格 陆掌院只怕是 照不住我们了 抓住下人也是理工 或许也能洗脱罪名 就什么 都抓住下人了 怎么可能杀人夺徒呢 摘者 听你的 那先这样吧 把人交给找院 我和薛音去吧 你们俩就先别露面了 不是让你守着人吗 人死了 他突然跳起 我以为他要逃 没想到他一头 就撞到了刀上了 此人立了死志 挡不住了 现在怎么办哪 总不能交个死人 给陆掌院吧 埋了吧 明日去那家酒馆看看 他既然求死 他既然求死 说的话未必可信 刑选之下 说的应该都是实话 我作证 肯定是实话 不怕死的人 也会怕疼 你从哪儿学来的 如果我说 我小时候被这么拷问过呢 你好歹是原家的人 如果说拷问我的 就是原家族人哪 是 突如其来的数字 很容易被人猜疑 要不是我哥 早就没命了 这么惨哪 明日还是得去一下那家酒馆 好 那我现在就去 定的是明日午时 现在却怕是回答早惊蛇 没事 我知道 我在外面盯着 不出手 等着你们明日来与我会合 也好 那就辛苦你了 这尸体怎么办 埋了吧 不管立场如何 终归入土为安 赵姐姐出事了 赵姐姐突然就这样了 不准备了 卖伤更热了 这是中毒的迹象 不可能 毒已经解了 化浓了 毒没解 要是假的 不可能啊 老刘亲自给我的 他敢骗我啊 文珠 毒发几个时辰误解 十二个时辰 我们得尽快找到解药 我去找老刘 这人不可信了 我会下哪药 禁军的药 你家怎么会有啊 我爹好歹是参政之时 用他的门路讨药 应该不在华夏 时间很近 我知道 等我回来 黑甲为射烧你的一个同学 就是赵检对不对 对 你要解药 就是为了救他 是 我一直要你解除婚约 你解了没有 赵检找不到我的生辰铁 所以余礼不合 倡殿能拨打败 那就把他们拨打结了 但是我曾经终于 达到他的手 你解像我 那是 只要能救她 我答应 来人 老爷有何吩咐 去找禁军 讨一份蓝羽石骨剑的解药 是 我也去 等等 你留下 先把修书写了吧 赵显目前被禁军追纳 若按您的脾气 不冲大贵案 您是不会怎么样的 本来就该如此 什么让您破例 婚约还是要解的 赶紧写 解药很快就会送过来 好疼了吗 好疼了吗 好疼了 好疼了 人骨有一丝 闭嘴 我不会让你死 王冠也不会 谁要马上就来 好 好 我等着 怎么样了 靖军不可以解药 怎么会这样 你爹不是叹证之事吗 魏太尉的意思 蓝玉尸骨间解药绝不会放 那将领讨药呢 要走流程来不及了 还有多久 一个多时 那你回来干什么 去讨药啊 我要是能杀进进军衙门我肯定去 你们两个 依旧这和 狼狈为奸的 怎么能吵架呢 生死有命 命运使然 别在意 我决投药 怎么投啊 啊 你知道解药什么样吗 你知道黑带会驻扎何处吗 这药 只能我去求 你爹会把药给你吗 试一试就知道了 得有人跟我一块去 我和你一起去 不行 你被通缉 不能去 我去 我也去 你守着赵姐 我们和雅内去取药 一定要把药取回来 赶紧走吧 没时间了 没事儿 那是雅内她爹 结药一定会送过来的 还冷吗 还冷吗 有一点 这要是账药 非要是账药 谁要是账药 爹 我有朋友中了蓝羽十股剑之土 求您赐药 你朋友中毒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爹 他怀了孩儿的骨肉 所以为了我们为家的香火 你赶紧把解药给我吧 他怀了你的骨肉 正是 孩儿不孝 可是爹 你不能对孙辈见死不救吧 赵检不是跟你身边的王宽有婚约吗 要说亲密 他跟袁仲欣走得更近吧 您都知道了 赵检是杀害陈公的凶手 包庇他一样有罪 凶手绝不是他们 是不是他们不是你说了算 我用性命担保 你担不起 那你先救人 之后再慢慢查 救人可以 你把他们送到进军衙门来 我给他接药 不行 你想私藏罪犯 进军衙门最拿手的就是驱打成招 不能送来 那就没得谈了 要不先把人送过来吧 先保住命 待会儿你们抓紧把解药送回去 千万别让我爹的人跟上 你要做什么 爹 解药 这是王宽的屋子 你谁要把这儿给烧了呀 我们俩一丘之河 狼狈为奸 烧剑户子不算什么 来吧 想的也是可笑 黄宽居然以为是他先发现这地方呢 不是他先发现的吗 小时候 我被一群破皮追打 偶然逃到了这个地方 他们就吵不到我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地方就成了我的秘密基地 开心或不开心的时候 我都会过来 等到天冷的时候 我就会点上一堆火 就跟眼前的这个火盆一样 然后就再也不会冷了 后来王宽上探学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地方 花钱买了下来 我也不跟他客气 就经常带着朋友过来 曾吃曾住 这里 就像是你的家 比家里还暖 原忠心 我死了以后 你瞎说什么呢 你不会死的 好 你让我把话说完 我死了以后 你多照顾这点小景 没人护着他 没人护着他 回首欺负 还有丫内 他外表开上去弯固了点 其实很仗义 你别老是骗他 你别老是骗他 薛英星哥值了点儿 你多佼佼地 别让他撞祸 好 我都知道 我会照顾好他们 你好好休息 还有王宽 他我倒是不担心 为人君子 又十分聪慧 最后 是你 我发过时的 这辈子 我要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 你的出现 是个意外 本来这些话 我没打算告诉你 这辈子都不会说 可是现在我快死了 说出来也没什么 我大概 有点喜欢你 我也觉得我脑子坏掉了 你这么混蛋的一个人 我讨厌还来不及 行了 快别说了 好好休息 他们靠回来吧 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喜欢你 是我的事情 我就是快死了 想说出来 你放心 你不会死的 赵俊 你放心 你不会死的 赵俊 月初心 以后 再也不会有人骂你了 赵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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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其实 我 我其实真的不讨厌你 我也喜欢你 解药来啦 解药来啦